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9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今年除夕正好是历春 除夕是农历中一年的最后一天 历春是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 除夕你是怎么过的呢 看春晚了吗 2019年春晚主会场的主持人是 任鲁裕 康辉 朱迅 尼格玛提 李思思 和去年一样董卿依然没有主持春晚 令不少网友感到难以接受 从2005年至2017年 董卿在春晚的舞台上走了13年 春晚没有董卿的第二年 话题好想董卿又被刷上了热搜 欢声笑语的背后是一个人孤独的吃苏东水饺 说起董卿首先想到的一句话就是 若有诗书藏在心 岁月从不败美人 他沉着冷静 谦卑优雅 落落大方 身上那股清心眷勇的灵气 只要站在台上一开口 就让人感觉如暮春风 所以2005年到2017年 连续13年 每届春晚的舞台上 有他在 你总是会感到特别的安心 如今没有董卿在的春晚 总让人感觉缺了点什么 董卿不再上春晚主持了 不少网友都觉得惋惜 泥平经纪人更是微博发问 春晚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来为董卿打抱不平 但其实没有那么多黑幕 董卿退出春晚的原因是自己想在除夕这一天在家过年 想要多陪陪家人 去年董卿接受采访时就曾说 春日迟 会暮期 言有尽 亦无穷 借用这首诗经理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想回归家庭的意象 2005年 春晚最后一个歌舞节目结束后 董卿和其他三位同台主持人一起 说着录完节目准备去干嘛 朱军说 我家有一帮朋友等着我回去喝酒呢 周涛说 我爸妈包好了饺子在家等我 都催好几次了 李勇说 我已经跟媳妇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 只有董卿却愣住了 他的家在12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 别人都回家过年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人远在北京 孤苦伶仃 我觉得自己挺可怜的 我不知所措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每年除夕当我们一大家子围着圆桌吃团圆饭 欢声笑语中看着春晚时 而陪伴董卿的每年都是一盘速冻水饺 萨贝宁说 有时候你看董卿的背影会觉得他挺孤独的 或许这就是主持人的宿命 台上越是绚烂光鲜 台下越是寂寞冷清 他在春晚舞台陪伴了我们13年 现在我们也应该让他去陪陪他的家人了 聪明的人懂得工作和家庭的取舍 同样主持了13届春晚的倪平 曾对董卿说过这样一段话 不管你现在多孤独 多寂寞 多么没有男朋友 多么没有钱 多么没有家 多么没有爱 多么没有温暖 都特别值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做中央电视台这个综艺舞台上的核心 光亮最居焦的地方主持人 这是你的运气 也是你的机会 春晚作为最顶级的舞台 董卿 倪平等一大批主持人 都曾为他无悔过 但台上万钟琢磨 台下寂寞无助 曾经鼎盛一时 总有落幕的一天 怎么平衡和面对 现在董卿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说 一个聪明的人不仅仅知道 他什么时候该上场 还要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离开的时间决定的是你看大家的背影 还是大家看你的背影 所以董卿可以在14年赞别央视 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进修 也能在18年告别春晚 陪家人好好度过一次除夕 聪明的人都懂得如何取舍 不再低谷自怨自艾 也敢于在顶风舍得放下 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不盲从不随从 娱乐圈的爱情有的时候 真的很难让人看懂 也是最为不靠谱的 如今的什么爷孙恋 姐弟恋已然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 众所周知 马依丽和文章是姐弟恋 但在文章之前 马依丽还有一段姐弟情 而这个主人公就是张伯 两人一拍幸福在哪里时生情 张伯当年在剧组对马依丽 大献殷勤 非常照顾 而马依丽也非常享受这份姐弟情 两人更是初双入对 关系非常亲密 其实当时男友小生文章 也非常爱慕马依丽 也对其展开了追求 马依丽虽然对文章也颇为好感 但碍于她有女朋友 所以选择了和张伯在一起 不过想不到文章后来和女友分手 再次对马依丽展开了追求 经常嘘寒问暖到剧组探望 而最终马依丽也投入了文章的怀抱 张伯则正式被淘汰了 不过和马依丽分手后的张伯 似乎依然逃不开姐弟恋的情怀 居然和马依丽的闺蜜大姐江山传出了绯闻 江山因和高手光离婚后 感情一直处于空白 张伯的出现也令她感觉到了爱情的温暖 江山要比马依丽大10岁左右 但两人十分投合 实属忘年交 两人私底下关系很好 经常一起谈心吃饭 当然江山在和张伯交往的这段时间里 还动用了娱乐圈的一些关系 帮小男友物色角色 而名气不大的张伯很多时候开销也是江山出的 只是这一段情从一开始便不被看好 江山的女儿这一关似乎很难同意 后来也就果断分手了 而相比马依丽和江山 张伯的名气实在是太微乎其微了 而她最为出名的 也莫过于是新三国里面的孙权一角 还因此获得搜狐夏季电视剧 互联网盛典最佳男星人奖 如今的张伯在演艺道路上 依然没有晋升为国内一线明星的行列 相比文章《马依丽》江山的排名和人际 显然是差得太多了 不过张伯个性开朗 总是带着一脸的阳光灿烂 尽管事业不尽人意 但她依然坚持着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 也许有朝一日她会成功 加油吧 费玉清在今年的春节莲花晚会上 和陈慧玲一起演唱的歌曲《今夜无眠》 参加完春晚之后 费玉清就展开了2019年的巡回演唱会 然后就告别娱乐圈正式封卖 近两年一直都有费玉清退出娱乐圈的传闻 费玉清也在多个节目中提到过此事 直到今年 费玉清决定演唱会结束之后就彻底告别 在昨天晚上也就是2月8日 费玉清在台北举行了2019告别演唱会 连唱两个半小时后情绪失控 唱到最后一曲晚安曲时 突然在台上哽咽失声 最后含泪唱完 她先不断向观众致谢 接着说 我先下去整理一下情绪 随即布下舞台 气氛感伤 待冷静下来之后 她重返舞台再度向观众致谢 这么多掌声真的是催泪 我真是太幸福了 她提到自幼及励志要当歌星 演艺事业一路发展以来 因为受到大家厚爱而无比璀璨 过往母亲总爱陪着她四处演出 在旁给予支持 2010年母亲哀世 让她深受打击 经她松口2013年最终巡回演唱会 原是告别作 后来转念选择继续发展 随着父亲过世 费玉清终于下定决心放下麦克风 退回幕后过自己的人生 透露父亲生前也劝她 好好为自己想一想 以往她为唱歌做出太多牺牲 总是戴口罩 为围巾戴在房间里 避免感冒影响表现 她笑说 我连阿里山都没有去过 太好笑了 风脉之日进入倒数阶段 她说未来不敢再看综艺节目 担心会被触动心灵 语重心长地表示 真正退出之后 我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今晚的相逢 不管日后有任何的媒体呼唤我再出现 我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今晚仿佛就是一个永别 谢谢大家 非常的谢谢大家 未来她会变成路人甲 路人蚁 快乐地过着单身生活 曾抖出中国大陆女性范冰冰逃税漏税的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可能再度发威 她日前在微博揭发一名大陆警察拥有港币超过5700万巨款 要求公安部介入调查 崔永元在其个人实名认证微博发文称 一名姓名为林峰的大陆警察 在香港和大陆有巨额存款超过5000万港元 在香港还有房产 港媒报道 崔永元并提及公安部行政局的官方微博 要求速查这个人 因为他还不断受到重用 香港《明报》引述崔永元在爆料微博上贴的图片显示 这名大陆警察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余额高达3700多万港元 并在九龙堂港村道持有房产 此外 该名警察在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支行的账户 也存有1680多万元人民币 依照常理 以一名大陆警察的正常收入水平 不可能拥有如此巨额财富 崔永元的爆料在大陆微博引起高度关注 网民在微博上猜测崔永元揭露的警察身份 但崔永元仅表示 这名警察在南方 目前暂未有任何官方机构回应 不过昨天崔永元个人微博上的相关资料和照片 已经无法看到 点选时出现此微博已被删除的字据 也有网友质疑相关资料的正确性 包括银行账户可能是假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